代表南湾的加州州众议员朱感生 于11号晚间接受了 由Mupitas联合学区代表加州教育委员协会提名 角逐2020年年度议员的奖项 有鉴于美国与加州的新型冠状肺炎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对于一些华人社群担心 因为疫情标签效应而被歧视的情况也与日俱增 朱感生表示 现有的法令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如果面对歧视的话 大家应该要团结起来 并且报警处理 以确保自己的权益 法律是绝对是足够的 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可以 如果是这一个罪犯 我们要可以证明他是因为 因为有仇恨而引发的 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行为的话 我们在现在的法文上来讲 会有一个叫enhancement 就是加法 加多的刑法 所以我在州里头 我想回来到county也是 一方面就是要把现在的这些警察人员 让他们更sensitive 朱感生去年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州众议员 将投入三月份的南湾三大克拉尔县议员选举 希望能够专注于服务家乡的选民 他强调如果当选的话 过去在州议会层面对种族权益做出的努力 将会继续成为未来的工作重点 希望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 我不敢说我可以代表华人的声音 但是我可以代表移民 出来为社会服务 贡献一个力量 给这些人看一看 我们来这边也是有贡献 而不是说只拿东西 而没有回馈这个东西 了解 除了 你先试试